北京冬奥会的进行让全国人民举国欢庆 不少的运动员也因此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里 也有许多运动员开始直播和网友们分享他们的喜悦 也讲述了他们的辛苦历程 我国冰球运动员英卢迪原名英巴燕 他不仅仅是一位运动员 更是宋丹丹前夫的儿子 一直以来宋丹丹在自己家庭方面都有着不少的事情 这一次英达也是再次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不仅如此还对巴图的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变 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一探究竟吧 1988年出生在北京 是北京昆仑红星冰球俱乐部的一员 他在2022年1月入选了北京冬奥会的其余代表团 代表中国男子冰球队参加比赛 2月25号中国男子冰球2比7输给德国 英如迪获得第12名 英如迪的父亲英达 中国内地男演员 著名导演 曾在1989年与宋丹丹结婚 1990年生下儿子英巴图 二人在7年之后因彼此出轨离了婚 在离婚的当年 英达与小自己8岁的梁欢结婚 并生下一儿一女 其中英如迪为英达与梁欢的小儿子 在运动会结束之后 英如迪在直播中谈到了与哥哥巴图的关系 在直播过程中英如迪与英达说话十分相像 说话的语气跟英达如出一辙 当年英达在被采访时 虽然与宋丹丹离婚 但是为什么对巴图这么多年 像不是自己亲生的一样呢 英达回答说 他们各自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 如果再联系的话 都会打扰到彼此的生活 这样对巴图的继父也十分不公平了 并且自私地说 不知道英如迪是否想和别人分享父爱 他曾经说下自私的话 如今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 英如迪在直播时被问 自己与哥哥有没有联系时 英达表示哥哥从来没有联系过自己 他也非常希望巴图联系他们 他还称自己没有联系巴图 是因为不想打扰到他的家庭 所以英如迪希望巴图能主动联系他 并还说这个家永远欢迎他 英如迪还称害怕哥哥 不想认他 英如迪此话一出 众多网友在直播间的评论上纷纷吐槽 称英如迪双标 说话又十分茶里茶气 其实 知道真正原因的我们 巴图的不主动联系 导致了双方这么多年没有关系 而从英如迪的嘴里说出来 就好像巴图变了发的 不想认他这个弟弟 他的这种说话模式 真的是与他的父亲英达一样 我们都知道 巴图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中最惨的儿子 他从小得不到父亲的父爱 我们知道 当初宋丹丹与英达闹离婚时 英达提出的唯一条件 就是不要儿子巴图的抚养权 当时的巴图也只有六七岁左右 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被父亲抛弃 可以说对他的童年产生了多大的阴影 从那以后 英达更所谓的对自己的儿子巴图不闻不问 在2017年某次直播中评论区问到 英达说他的大儿子巴图时 跟他却一点关系都没有 意思都没有下意识地去撇清与巴图之间的关系 还说出更过分的话称 巴图姓不姓还不一定呢 更令人震惊的是 巴图达小舅和爷爷 英若诚最为亲近 但在英若诚去世时 英达都没能让巴图去看他爷爷最后一眼 甚至巴图主动提出想要去看爷爷 但是英达并没有让 后来还是英若诚所在医生打电话到巴图的学校 老师紧忙带着巴图去医院看他爷爷 对于当时小小的巴图 心里怎么能承受住这样的痛苦 和自己最好的爷爷去世 而爸爸却又抛弃他 但是另一边 对巴图不管不顾的英达 与他的现任妻子梁欢 所生的小儿子英如迪 所以是万般宠爱 曾经还称英如迪是英家的长子 此话对巴图来说更是心里的沉重一击 可能巴图的心里也早早就没有了英达这个爸爸 英如迪一出生 英达就开始培养他的各种兴趣 而且英如迪在小的时候 表现出冰球的天赋之后 英达就把他送到了冰球运动 教育最好的芝加哥 进行学习和培养 冰球运动可以说是一种费用极高的运动项目 他们的装备价格不菲 英达为了让英如迪更好的学习 还为他单独建了一个冰球场 对于英达的培养 英如迪也算是对得起他的培养 在体育方面的成绩 也可以说是十分有成就感 现在也成为了中国男子冰球队队长 当英达每次提到自己的小儿子英如迪时 英达的嘴角也会不自觉地上扬 也表达了他对英如迪毫不廉价的爱 但是也可以看出来 英达巴不得让巴图远离他们 不去打扰他们一家重新生活 英达也多次在采访中 深深地伤害到巴图 他不仅说巴图姓不姓英 还不一定呢 还被记者问到巴图怎么样时 他回答道 不想谈论与自己无关的人 他现在将自己的全部重心 都放在英如迪的身上 英达曾说过一句话 如果回去来太空 我只会带三样东西 莫扎特的CD 一本书 还有小儿子的照片 也正是这一句 一直被流传在民间的话 因此宋丹丹表示心疼自己的儿子 并深深地怒斥英达 宋丹丹表示 男人可以离婚 更可以重组家庭 但请不要在媒体上 上演父子子孝的戏码 也不要伤害我的儿子 这次英达也回复道 虽然与巴图有血缘关系 但是缘分已尽 他也并不想浪费时间 英达的此话一出 也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愤怒和谩骂 他们纷纷指责英达十分狠心 并不配当一个合格的父亲 但如今宋丹丹与英达 已离婚二十多年已久 英达又重新出现在媒体面前 公开表明说 只要给我这个机会 我肯定一视同仁 英达此话一出 又掀起了网友的不满之心 纷纷吐槽英达恶心 英达在与宋丹丹离婚的25年里 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儿子巴图 而且还在公共平台上 说出让巴图一次又一次伤心的话 当巴图的心都已经凉了 他又重新跳出来说 会一视同仁 这可能谁也不会相信吧 本以为只要巴图不提起伤心往事 英达自然也不会提这件事情 就逐渐地被时间所压下去 但是经过这次冬奥会 英如迪的发酵 但是这次冬奥会 英如迪也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成绩 作为解说嘉宾的英达 在许多网友的逼问之下 也不得已地将往事再次重提 但英达回应表示 并没有将所有的爱 都给自己的小儿子英如迪 而是对于两个孩子一视同仁 这么多年对巴图的不闻不问 现在却大张旗鼓地表示 自己对巴图很好 真的是薄情寡义 睁着眼睛说瞎话 当然大部分的网友 也不会认同他的说法 之前那样的冷漠 让人大跌眼镜 他说要开始新的生活 就要把原来的那一页彻底翻过去 包括不见孩子 最近 英达也出来解释说 曾经自己与宋丹丹生下巴图时 自己还年轻 不知道该如何做好一个父亲 难不成因为他的一句解释 就能了结了对巴图 这么多年来创下的痛苦吗 小时候的巴图 从小在嘲笑中度过 他的同学和邻居 都嘲笑他没有爸爸 直到宋丹丹再次结婚 嫁给了赵玉吉 赵玉吉对巴图视如己出 才让巴图真正的体会到了父亲的爱 对于英如迪 英达更是将他夸出了花 虽然真的足够优秀 但是如果一个人 没有了自身的品德 不懂得明辨是非 那么这个人也势必不会成功 曾经英达带着自己的小儿子 参加节目时 英如迪不辜负自己公众人物的形象 录节目时 依然嚼着口香糖 翘着二郎腿 对主持人也是爱搭不理 英如迪表面表现十分清高 但内心里 却经常带着名模进出私人别墅 而是相反 宋丹丹把巴图教养得很好 在节目中一点没有明星的架子 而且对父母也十分的孝顺 可能也是在巴图回国之后 宋丹丹也一直在力捧巴图 虽然也不温不火 但是从不谋话题的他们 也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很好 巴图还和自己的妻子 还在某平台上直播 也普普通通的过着他们的平凡日子 现在的巴图越来越成熟 可是 现如今 英达又再次在公众上提及巴图 表示之前 网上流传的都是虚无的 可是 那时候年幼的巴图 也曾因为渴望父爱 拨通英达的电话 却被一次次地重新开始 重新生活 给驳回 对于巴图来说 早已经对英达没有了感情 随着 而现在的巴图越来越成熟 他也有能力 保护他的母亲和继父 也不需要任何人再来弥补他 因为在这些年里 赵玉吉已经给了他足够的爱 现在的巴图 也成家立业了 并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也希望他们的生活 越来越美好 感谢观看